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已经退役的马次球星马努吉诺比利,无疑是不少人喜欢的NBA球员,绰号妖刀的他,经常会在比赛中贡献让人匪夷所思的操作,不仅让球迷们又爱又恨,有时也会让波波围棋抓狂,他经常会在球场上打出一些奇葩的数据, 不过,网上流传的一些什么,面对奥尼尔砍下40分22篮板,7分钟6犯9助攻,经小编证实,都是谣言,以后大家不要再信这些数据了,尽管妖刀很神,但那些数据,他确实没拿过,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,都是实打实的数据,32分钟,36分8助攻4盖茂09-10赛季,一场马次,和猛龙的比赛中,吉诺比利紧替股, 出场32分钟,就砍下36分,并送出8技助攻,还盖茂对手4次,除了盖茂数其他,还有一个奇他的点,就在于吉诺比利的投篮分布了,其中,马努在3分线外8投6中,而3分线内,只有7投2中,34分,15篮板6助攻,还是对阵猛龙,在08-09赛季的,一场常规赛,吉诺比利不仅砍下34,分送出6次助攻, 更重要的是,拿到了15个篮板球,要知道,当时吉诺比利面对的可是波神,和06年的状元秀,巴尼亚尼,他们俩的篮板球加起来,也只有10个,而吉诺比利一人,就抢了15个,9分次篮板15助攻,12-13赛季,马次和国王的比赛中,吉诺比利气鼓出场,23分钟, 竟拿到,9分4个篮板,但是却出色的,串联了球队,全场送出15次助攻,帮助球队,以130分,比102分大点分,战胜国王,看来,腰刀即便不助攻,也能出色的,助攻队友,48分5篮板6助攻,04-05赛季一场,马次和太阳的比赛中,波波维奇, 将吉诺比利提到首发,立刻见到奇想,这一场比赛,卡全场出手22次,命动16球,命动率高达72.7%,罚球12投11中,砍下48分,5篮板6助攻的数据,帮助球队,以128比123,5分的优势险胜,12分6篮板,4助攻8抢断08,至08赛季,当时一场,马次和胡仁的比赛中, 面对科比布莱恩特,率领的胡仁,吉诺比利,挺身而出,从防守端影响球队,砍下12分6篮板,4助攻的同时,送出8季抢断,直接影响了,场面局势,最后马次,以103比91分,大胜胡仁,单场3分9中8狂砍46分,08-09赛季,一场马次和骑士的比赛中,吉诺比利在外界,宛如装上了八倍镜, 3分线外9投8中,全场20投15中,暴砍46分,带队112,比105击败,詹姆斯带领的骑士,反观詹姆斯,尽管砍下39分,但依然没有办法,带队全胜,I quit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by bwd6